上帝制头子吗? 2.乌云 5.作者曹天元 朗读者圣焕 我们的故事说到这里 如果给大家留下这么一个印象 就是量子论天生有着救世主的气质 他一出生就像闪电划破夜空 引起众人的惊叹及欢呼 并摧枯拉朽般的打破旧世界的体系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笔者表示抱歉 因为事实远非如此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物理史上的伟大理论 牛顿的体系闪耀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光辉 从诞生的那刻起 便有着一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气魄 麦克斯维的方程族简洁深刻 倾倒众生 被誉为上帝谱写的诗歌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虽然是平民出身 但骨子里却继承着经典体系的贵族优雅气质 他的光芒烧经发掘后 便立即照亮了整个时代 这些理论虽然也曾有磨难 但他们最后的成功都是近乎压倒性的 天命所归不可抗拒 而伟人们的个人天才和魅力 则更加为其抹上了高贵而骄傲的色彩 但量子论却不同 量子论的成长史更像是一部艰难的探索史 其中的每一部都充满了陷阱 荆棘和迷雾 量子的诞生伴随着巨大的阵痛 他的命运注定了将要起伏而多舛 甚至一直到今天 他还在与反对者们不懈地搏斗 量子论的思想是如此反叛和躁动 以至于他与生俱来的 有着一种对抗权贵的平民风格 而他显示出来的潜在力量 又是如此的巨大 而近乎无法控制 这一切 使得所有的人都对他怀有深深的巨异 而在这些怀有戒心的人们中间 最有讽刺意味的就要算量子论的创始人 普朗克自己了 作为一个老派的传统物理学家 普朗克的思想是保守的 虽然在那个决定命运的1900年 他鼓起了最大的勇气 做出了量子的革命性假设 但随后他便为这个离经叛道的思想深深困扰 在黑体问题上 普朗克孤注一掷 想要得到一个积极的结果 但最后导出的能量不连续性的图像 却使得他大为吃惊和犹豫 变得畏缩不浅起来 如果能量是量子化的 那么麦克思维的理论便首当其冲 站在应当受质疑的地位 这在普朗克看来是不可思议 不可想象的 事实上普朗克从来不把这当作一个问题 在他看来 量子的假设并不是一个物理真实 而纯粹是一个为了方便而引入的假设而已 普朗克压根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理论在历史上将会有着多么大的意义 当后来的一系列事件 把这个意义逐渐揭露给他看时 他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并为此惶恐不安 有人戏称 普朗克就像是童话里的那个渔夫 他亲手把魔鬼从封印的瓶子里放了出来 自己却反而被这个魔鬼吓了个半死 有十几年的时间 量子被自己的创造者所抛弃 不得不流浪四方 普朗克不断地告诫人们 在引用普朗克常数H的时候 要尽量小心谨慎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胡思乱想 这个思想一直要到1915年 当波尔的魔形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后 才在普朗克的脑海中扭转过来 量子论就像神话中的英雄海格利斯 一出生就被抛弃在荒野里 命运更为他安排了重重枷锁 他的所有荣耀都要靠自己那非凡的力量 和一系列艰难的斗争来争取 作为普朗克本人来说 他从一个革命的创始者 而最终走到了时代的反面 没能在这段振奋人心的历史中 起到更多的积极作用 这无疑是十分遗憾的 在他去世前出版的《科学自传》中 普朗克曾回忆过他那企图 调和量子论与经典理论的徒劳努力 并承认量子论的意义 要比那时他所能想象的重要得多 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 普朗克对量子论所做出的 伟大而决定性的贡献 有一些观点可能会认为 普朗克只是凭借了一个巧合般的猜测 一种胡乱的拼凑 一个纯粹的运气 才发现了他的黑体方程 进而假设了量子的理论 他只是一个幸运儿 碰巧猜到了那个正确的答案而已 而这个答案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个答案的内在价值 却不是他能够回答和挖掘的 但是几乎所有的关于普朗克的传记和研究 都会告诉我们 虽然普朗克的公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经验主义的 但是一切证据都表明 他已经充分的对这个答案做好了准备 1900年 普朗克在黑体研究方面已经进淫了六年 做好了理论上突破的一切准备工作 其实在当时 他自己已经很清楚 经典的电磁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实验结果 必须引入热力学解释 而这样一来 辐射能量的不连续性 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这个概念其实早已在他的脑海中成形 虽然可能普朗克本人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或者不肯承认这一点 但这个思想在他的潜意识中 其实已经相当成熟 呼之欲出了 正因为如此 他才能在导出方程后的短短时间里 以最敏锐的直觉指出蕴含在其中的那个无价的假设 普朗克以一种那个时代非常难得的开创性态度 来对待黑体的难题 他为后来的人打开了一扇通往全新未知世界的大门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这样的伟大工作 其意义都是不能低估的 而普朗克的保守态度也并不是偶然的 实在是量子的思想太惊人 太过于革命 从量子论的成长历史来看 有着这样一个怪圈 科学巨人们参与了推动他的工作 却终于因为不能接受他惊世骇俗的解释 而纷纷站到了保守的一方去 在这个名单上除了普朗克 还有闪闪发光的瑞丽 汤姆逊 爱因斯坦 德布罗伊 乃至薛定谔 这些不仅是物理史上最伟大的名字 好多更是量子论本身的开创者和关键人物 量子就在同他自身创建者的斗争中成长起来 每一步都迈得艰难而痛苦不堪 我们会在以后的章节中 详细的去观察这些激烈的思想撞击和观念碰撞 不过正是这样的魔力 才使得一部量子史画显得如此波澜壮阔 激动人心 也使得量子论本身更加显出他的不朽光辉来 量子论不像牛顿力学或者爱因斯坦相对论 他的身上没有天才的个人标签 相反 整整一代精英共同促成了他的光荣 作为老派科学家的代表 普朗克的科学精神和人格力量无疑是可敬的 在纳粹统治期间 正是普朗克的努力 才使得许多犹太裔的科学家得到保护 得以继续工作 但是量子论这个精灵 一代物理学家便在这乱世的前夕成长起来 1900年12月14日 普朗克在柏林宣读了他关于黑体辐射的论文 宣告了量子的诞生 那一年他42岁 就在那一年 一个名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青年 从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毕业 正在为将来的生活发愁 他在大学里旷了无穷多的课 以致他的教授明可夫斯基 愤愤地骂他是懒狗 没有一个人肯留他在校 做理论或者实验方面的工作 一个失业的黯淡前途正等待着这位不修蝙蝠的年轻人 在丹麦 15岁的尼尔斯·波尔正在哥本哈根的中学里读书 波尔有着好动的性格 每次打架或争斗总是少不了他 学习方面 他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显示出了非凡的天才 但是他笨拙的口齿和惨不忍睹的作文 却是全校有名的笑柄 特别是作文最后的总结 往往使得波尔头痛半天 在他看来 这种总结只不过是无意义的重复而已 作文总结难题困扰波尔终生 后来有一次他写一篇关于金属的论文 最后干脆总结道 总而言之 我想说的是油 埃尔文·薛定厄比波尔小两岁 当时在维也纳的一所著名的高级中学上学 这所中学也是物理前辈波尔兹曼 著名剧作家施尼茨勒和茨维格的母校 对于刚入校的学生来说 拉丁文是最重要的功课 每周要占八个小时 而数学和物理只用三个小时 不过对薛定厄来说一切都是小菜一碟 他热爱古文戏剧和历史 每次在班上都是第一 小埃尔文长得非常帅气 穿上礼服和紧身裤 俨然一个翩翩小公子 这也使得他非常受到欢迎 马克思波恩和薛定厄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 经过了家庭教育 高级中学的过程 进入了布雷斯劳大学 这也是当时德国和奥地利中上层家庭的普遍做法 不过相比薛定厄来说 波恩并不怎么喜欢拉丁文 甚至不怎么喜欢代数 尽管他对数学的看法 后来在大学里得到了改变 他那时疯狂的喜欢上了天文 梦想着将来成为一个天文学家 路易斯·德布罗伊当时八岁 正在他那显赫的贵族家庭里 接受良好的幼年教育 他对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并乐意把自己的时间花在这上面 沃尔夫冈·恩斯特·泡利 才出生八个月 可怜的小家伙 似乎一出世就和科学结缘 他的中间名字 Ernest 就是因为他父亲崇拜著名的科学家 恩斯特·马赫才给他娶的 后者同时也是他的教父 而再过十二个月 维尔兹堡的一位希腊哲学教师 就要喜滋滋地看着他的宝贝儿子小海森宝 姑姑坠地 稍早前 罗马的一位公务员把他的孩子命名为恩里科费米 二十个月后 保罗迪拉克诞生于英国的布里斯托尔港 而汉诺威的帕斯卡·约尔当也很快就紧跟着来到人间 好 演员到齐 那么 好戏 也该上演了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